他這樣可以跟我們這個 AI的部分可以跟我們Webbit做結合 他是在你看3月11有沒有 在增加這個功能 所以其實反正現在有了AI之後 什麼都要AI 都有了 那您看左手邊這裡 我剛剛有提到 您可以看到這邊 這裡有什麼基本功能進階功能 但是如果你都懶得理他看顏色就好了 也就是說這個就是一個目錄 那您需要什麼功能 我就按著它出來 裡面的積木的顏色就會跟這個一樣 所以我從外面在看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這是哪一個類別 我就找什麼 就找顏色 這樣就很容易能夠理解 那這個呢 我們先稍微把它的介面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當然這裡有特別提到 就安裝版跟雲端版有一點點差別 也就是說 安裝版可以更新韌體 就是直接插進去就直接用這樣 比較方便 那我們如果是透過雲端版的 可能有一兩個比較少的功能 會暫時不能用這樣子 就是你要自己手動去看這樣 這樣OK 好 那麼您進來之後呢 它其實 就是 事實上如果您 想要做所謂的雲端部署 就讓它怎麼樣 程式自動執行 然後我只要插電 就透過WiFi 直接用這樣也可以 好這樣也可以 這個是它的一個 就是功能這樣子 好 那麼 您大概看過了之後 我們先看一下 在這裡 它整個介面 剛剛左手邊 就是我們講的積木區 然後呢 中間這裡就是寫積木的位置 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看到一個模擬器 所以其實說真的 老師上課的時候 沒有這塊板子也可以玩 模擬就好了 直接模擬就好了 事實上沒有關係 但是有板子當然更好玩 也有真正的東西 那另外呢 您看到 就是在我現在影像位置的 這裡有四隻怪獸 也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程式裡面 我可以跟這四隻怪獸 跟它做互動 那我們的執行的結果 就在我現在這個位置 所以它大概分成一二三四個區塊 四個區塊這樣子 那 本身呢 它除了 剛剛我們看到 板子上面有一些功能 包括你看到 那個面板的25顆LD燈 還有按鈕 對不對 實際上它上面還有什麼 有偵測光線的 有偵測溫度的 然後呢 它還有風鳴器 都有 可是如果這些你都不夠 沒關係 WebDuno最厲害的 因為它本身就是網頁 所以說 它有個直接讀取什麼 Google視線表 甚至寫入Google視線表裡面去 把一些資訊 比如說 這個溫濕度 那我也可以取得 氣象的即時資料 甚至 廣播 就是透過網路廣播 給其他的這些裝置 就是 我們剛剛講過 這個WebDuno 是不是可以一對一 也可以多對一 也可以一對多 就透過這裡來溝通 好像聊天有沒有 然後也可以跟Line溝通 都很方便 這個呢 就是它本身 因為就是以網頁為主 所以這些應用呢 都非常的快 所以你看 你積目標就直接丟到下面來就好了 那 擴充功能 你有需要哪一個 就可以從這邊用 那今天如果 你 除了這些 它內建的擴充功能 不夠的 你可以找右上角 有沒有看到 右上角這裡 也有一個叫擴充 也就是說 這四個 是你一進來 我一定給你用的 可是呢 上面這裡就是 我想要再用更多 你就到 上面這個地方 你想要加哪個功能 你就把它點下去 像這四個 有沒有告訴你 已經加入了 好 如果你想要玩YouTube 好 我們就把YouTube加進來 就把它點一下 就有了 人臉追蹤 如果你有網路攝影機 像我有 我就把這個加進來 視訊偵測 影像分類 有沒有 你需要什麼功能 就點一下 它就加進來 如果你不想要的 就再點一下 它就取消了 那 我現在只加一個 好我把它關閉 你看我們左手邊 有沒有發現多一個功能 跑出來了 這樣理解了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 我們現在在這樣看的話 你會發現說 原來這樣用 好方便 就都點一點點一點就好了 完全跟以前 你寫成字要記什麼 變數 一些函數 那些通通通通不用 那它本身也有 不錯的一些範例 都放在右上角 你隨時需要 點下去 就把它載入進來 這樣就有了 有沒有 這樣老師了解了 所以你看 要執行怎麼辦 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執行 程式有的 我們就來執行看看 按下去 有沒有都有 Hello Hello Yeah 這樣就有了 OK 所以老師 我們讓大家呢 你先試看看 右上角這個擴充 還有就是這個範例 您可以看 你要哪一個 試著把它抓進來 試看看